今天韩国论坛上有网友翻出了 过去IU和润娥分别作为公读生 出演少丽家民宿的片段 由于两人在面对客人坚持要帮忙洗碗的反应截然不同 因此引发网友好奇 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会是IU还是润娥呢 IU是属于在客人后面探头探脑 虽然想帮忙但却不知道怎么介入 而润娥则是属于想用蛮力直接把客人拉走 但却拉不动 文章一触逢友们纷纷表示 大概只有心里是润娥实际上会是IU 真心羡慕像润娥这种个性的人 我会像IU一样在后面说 我来戏吧然后默默挤进去 不知道大家在遇到这种情况时 会是IU还是润娥呢